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目前的户外天气 外岛的马祖17 金门20 澎湖22度 但在金门跟澎湖上空 有一些高空的云层通过 而台湾本岛部分 北部多云时勤24度 中部地区25度 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时勤25 东半部地区倒是因为吹东风 地形性云层多 现在是20度 接着就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 水气的发展主要在长江以北 这一波水气再通过山东半岛 今天即将进入韩国 所以你如果现在已经放寒假 或者有些朋友出国玩的话 要注意韩国这里要下大雪 再来整个水气会往日本的方向移动 所以在日本海这边的 日本西部这边也会降雪 我们台湾最主要因为 风向吹东风的关系 所以只有东部地区早晚云多 西半部天晴 但要注意只有三天的好天气 再来的天气要有变化 我们就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屠上先来注意到 西伯利亚冷高压的强度 持续在酝酿增强当中 这股冷高压的势力 预估在礼拜六的时候开始南下 而整个冷空气的强度 礼拜六东北季风增强 礼拜天晚上开始接近到冷气团 礼拜一晚上达到寒流程度 台北市晚上到10度 但真正最冷在下周二 下周三这两天 中部以北的低温 会在7度的低温 尤其在礼拜天的时候 水气在华南云带的东移之下 高山部分倒是在周日晚上到周一 都有机会有降雪的可能性 那我们当然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算舒适偏凉 白天的温度状况是属于暖的 不过要特别注意 日夜温差相对的非常明显 11度的日夜温差 早晚骑车要保暖 南部地区是中午暖 早晚天气凉 而到了东半部地区云层早晚多 外岛地区夜晚比较偏冷 提醒您啊 清晨黄昏的时候阳光墙 逆光行车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分享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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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